好就在您關心金華城案目前的最新進載 就在稍後走的時候呢 檢方下午是第四度的來提訓應小微 要知道呢其實上週五的時候呢 檢方才第三度提訓應小微 隔了一個週末之後 再度提升對被告依舊還是她 很有可能呢就在整個六日當中 檢方可能有掌握新的線索 因此下午呢決定要來再度 第四度的提訓應小微 針對金流的部分要來持續來進行釐清 包含今天上午的時候呢 是第三度的傳喚前途發局長林中明 不過這回呢針對林中明部分 只問了大約兩個多小時就讓他離開了 要知道呢上次其實問了大概六個半小時左右 那麼其實現在呢林中明所有的證實 很有可能都是對柯文哲相當的不利 為什麼呢因為他其實先前就緊咬柯文哲不放 甚至呢在更早之前也告知柯文哲說 你這樣的行為很有可能涉嫌圖利罪 也因此不排除現在林中明就是檢方的保底牌 如果有問到什麼新的市證或者新的證據 都會來傳喚林中明來進行比對 就是要來鞏固這個圖利罪的部分 因此今天下午呢 這一度來第四度提訓了應小微 很有可能就是要針對他所收賄的四千七百多萬的 這筆金流持續來往下追查 甚至說是不是還有掌握到其他的金流部分 不只這四千萬呢這很有可能都是檢方 目前要來釐清的部分 因此就是目前整個金華城案在壓被告當中 應小微呢是被提訓最多的一名被告 包含呢其實在上週五的時候 除了提訓應小微之外 包含也傳喚了他的辦公室主任 也就是他的男友王尊坎 這是要來釐清當初整個收賄的過程當中 哪一些細項哪一些細節 應小微有沒有指示 或者是說他是不是從頭到尾都是知情的呢 以及他跟沈靜晶之間的關係 都是檢方要來持續抽絲剝繭的部分 因為其實今天週刊就有報導到 沈靜晶的相關事情 不過對此呢這個細部 我們還沒有求證到比較明確 也因此都很有可能是 檢方持續在挖的重點 包含說這個沈靜晶的部分 可能就是他們所掌握的新線索 也因此不排除今天提訓應小微 就是要針對沈靜晶 以及他精流的部分來持續釐清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最新狀況 請將時間還給朋友類